15件 让爱车焕然一新的 车载小物件 你值得拥有 第15名 第14名 热天开车呀 最好用上它 也就是硅胶方向盘套 颜色很鲜艳 质感很冰凉 保护原车方向盘 关键是开车手握着防滑防汗 冰冰凉凉的 超级舒服 第13名 朋友坐你车总会弄脏座椅 我这里有一款座椅防梯垫 安装简单 方便清洗 还能收纳物品 关键是插电还会发光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非常好看实用 第12名 建议有车的朋友 在座椅后被装上这个挂钩 平时的购物袋 女生包包都可以挂上面 第11名 车上的纸巾到底放在哪里最合适呢 这个女司机真聪明 扶手箱上面放着一个收纳盒 不仅可以放手机 还可以存放纸巾 小吃零食也有地方放 后面还自带两个折叠水杯架 这样后排乘客的水杯 饮料也有地方放 而且拿取方便 还不会影响驾驶 第10名 赶紧把你车上的数据线扔了 这条数据线拉伸设计 想拉多长就拉多长 一条线三个街头同时充多台手机 不用了 轻轻拉一下就自动收回去 第8名 这个发明造福了全世界的老外 却还有很多家庭都不知道 夏季开车 座椅和方向盘都会变得滚烫 高温暴晒 也会加速汽车内饰和仪表的老化 老司机都买了这款汽车遮阳挡 散湿设计 使用方便 一个人就能操作 加厚的太阴焦材质 能够做到密不透光 不用开空调 也能感受到车内的清凉 用完装起来小巧便携 一点也不占地方 第7名 为什么豪车里面总是很干净 原因他们一直在用这个无线吸尘器 别看它体积小 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 可以把车里边边搅搅的零食碎屑 灰尘砂石什么的吸得干干净净 打扫各种鸡脚嘎啦 也都很方便 家里车里备一个是真的好用 第6名 别傻傻的把中控给空遮了 如今精明人都用这个网兜 挂在座椅两边就能用 网里面放东西放抽纸都可以 还能阻止熊孩子捣乱驾驶 第5名 夏天阳光刺眼 但墨镜不管用 给车装一个护目镜吧 白天黑夜都能用得上 让你驾车视线清晰明亮 第4名 摆件不想用胶水贴 又容易掉落 仪表台上放一个高颜值的防滑垫 不残留胶水又防止滑落 摆件放上面美观又稳定 第3名 夏天车上怎么能少了这款眼镜盒 磁吸式开盒 拿取很方便 车标设计 金属包边 让爱车不仅仅只上了一个档次 第2名 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 平时一定要在车里放一个抱枕 看着是抱枕 其实是个被子 冷了打开盖在身上 暖和又舒服 拿它给家人用 特别暖心 第1名 有车的小伙伴 车里一定要放一个折叠垃圾桶 无论是有人运车响兔 还是堵车尿急 他都能派上用场 雨天下雨可以用来放雨伞 户外运动还能用来装水 用完折叠起来还不占空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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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